府院高層真的來了 行政院長蘇貞昌到新北藥局 關心快篩排隊情況 衛福部長陳時中也陪同 市長侯友宜日前多次呼籲 要總統到第一線看疫情 蔡總統去了新竹 桃園 臺北 就是獨漏新北 我一直希望在第一線 多了解 多看 才能夠真正知道問題的存在 中央 蘇院長一定到第一線來 這總是覺得無誤 瞭解事情 這都是一個好事 蘇貞帶打侯友宜不反對 但他沒現身改派副秘書長陪同 不過蘇貞不是來看看而已 還提前指揮中心宣布兩大新措施 我們要給零到六歲的孩童 持健保卡就可以領五劑的免費快篩四劑 下個禮拜期就可以從線上 自己下載居格單 這些都是能夠減輕新北地方政府的負擔 因為快篩跟居格單 新北都是跟中央對抗 特地選在新北宣布頗耐人尋味 雖然蘇貞帶來大禮 但有人來抗議 我們新北市的孩子染疫死亡 你看到了沒有 高舉手板開槍蘇貞昌 政府不管新北孩童染疫死亡 民眾黨議員參選人有備而來 但馬上被隨後架開 你來視察我們新北市 難道不應該跟我們的地方 父母官一起來視察嗎 批蘇貞視察是作秀 但議員參選人踢館抗議 恐怕是為了博板面爭取選票 這場秀也得做好做滿 近新聞有一部放風彈報道 不忘記錄了 你也不忘記錄了